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和大家共同探讨了 有西方音乐之父之称的伟大的音乐家巴赫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巴洛克时期 另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乔治·费德列克·亨德尔 亨德尔和巴赫一样 也出生于1685年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清康熙年间 亨德尔比巴赫早一个月 也就是二月份出生 他的家乡是德国的一个小镇 叫哈雷 他的父亲身材魁梧 严肃 庄重 精力十分充沛 又非常和蔼 他的母亲是一位牧师的女儿 美丽 善良 而勇敢 亨德尔继承了他的父亲 和母亲许多优秀的品质 在亨德尔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亲已经63岁了 而他的母亲只有33岁 亨德尔非常喜欢音乐 可是他的父亲认为 学习音乐是没有出息的 要想挤身上流社会 成为一个有政治地位 经济收入的人 只有去学习法律 成为一名律师 所以他的父亲非常反对 亨德尔学习任何乐器 然而 太热爱音乐的亨德尔 总是背着父亲 偷偷地爬到阁楼上去练琴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家阁楼上 有一台雨管健琴 只要他的父亲不在 出门了 亨德尔就高兴地爬到阁楼上 让自己沉醉在音乐里 亨德尔非常刻苦 加上日积月累的练习 到八岁的时候 他已经弹得非常好了 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他音乐道路上的 第一位之音 有一天 亨德尔的父亲 带着他去一位贵族的家里拜访 在那里 亨德尔发现一家华丽的雨管健琴 他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打开琴盖 弹奏了起来 这个时候有一位公爵 从这个房间经过 他听到了琴声 他顺着琴声走过来 发现是一位孩子 他真是惊呆了 对这个孩子大家赞赏 他找来了亨德尔的父亲 强烈地建议他 一定要让这个孩子 进行正规的系统的学习 并且马上安排 他到哈雷圣母教堂里面 找一个管风琴师进行学习 亨德尔在那里学了三年 亨德尔已经学会了 弹管风琴 竖琴和拉小提琴 不到十岁的亨德尔 已经为教会写了一些 清唱剧和为一些管乐器 弦乐器写了一些奏鸣曲 然而 复命难为 在1702年 17岁的亨德尔来到了哈雷的大学 主修法律 因为对音乐的热爱 他一边上课 一边学习 一边到教会里面弹管风琴 任那里的管风琴师 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十分挣扎 一年后 亨德尔大胆地告别了法律 他不顾父亲的反对 走上了真正的音乐之路 当时的德国 所有的音乐 世俗音乐 都是附属于 教会之下的 所有的音乐都要为贵族服务 为了追求更多的 更大的创作空间 亨德尔来到了汉堡 因为这里有 非宫廷所属的歌剧院 在那里待了几年 他经过朋友的介绍和推荐 来到了这里歌剧院 担任一位第二巧提琴手 他创作了几部歌剧 但是并不成功 创作的失败 更激发了他学习和进步的决心 1705年 20岁的亨德尔 尝到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带来的喜悦 他创作的阿尔米拉歌剧 第一次在汉堡上演了 亨德尔创作的阿尔米拉上演之后 获得了一个小小的成功 这让他看到了一丝的希望 也下定了决心 离开汉堡去往意大利 因为那里是歌剧的故乡 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 他辗转于纳布勒斯 罗马 佛罗伦萨 维尼斯等地 他掌握了意大利歌剧的创作艺术 并在那里出路锋芒 就在这个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让他名声大震 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 对他的一生都起了很大作用的音乐家 斯卡拉底 一天 他受到了主教的邀请 到主教家里来做客 这时候他发现了 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家 斯卡拉底 斯卡拉底是意大利歌剧 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他第一个把歌剧的戏剧性 引入了作曲当中 在座的来宾 看到这么两位有才华的音乐家 碰到了一起 就建议他们俩来一场比赛 谈鱼管剑琴 音乐家答应了 富丽堂皇的客厅 点满了蜡烛 贵宾们都围在了鱼管剑琴的周围 一头黑发 满脸笑容的 斯卡拉底首先上场 他快步地走到鱼管剑琴旁 坐定 举起双手 弹奏起来 音乐在他的指尖流淌出来 他不断地晃动着上身 尽情地弹奏 他的音乐是那么样的华丽 而吸引人 音乐演奏完毕 在场的所有听众 都抱以热烈的掌声与喝彩 这个时候 满脸严肃地神奇 木然地 亨特迈着缓慢的步伐 一步一步走到了台中央 他戴着一个大号的假发 深深地给大家 鞠了一股 坐到了鱼管剑琴旁 他沉思了片刻 眼睛好像在凝视着远方 慢慢地举起双手 音乐开始了 他的表情依然是那样的木燃 严肃 上身纹丝不动 可是他的音乐却是那样的扣人心弦 令人着迷 演奏完毕 听众们一样抱以热烈的掌声与喝彩 评判员们难分胜负 他们最后决定 我们换一种乐器 再比一次 听众们蜂拥地来到附近的教堂 他们要听大师演奏管风琴 这一次亨德尔先上场 他依然是迈着那个稳健的步伐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管风琴旁 这一次弹奏的是根据刚才的主题 发展出来的一首非常惊人的副歌曲 这首乐曲充满了困难的对位 既华丽又严谨 他折服了所有的听众 演奏完毕 听众们抱于疯狂的掌声与喝彩 斯科拉底又上场了 他依然是那样的和蔼可亲 彬彬有礼 他静止地走到了台中央 没有走向管风琴 他来到了亨德尔的身边 拉起亨德尔手 向大家宣布 获胜的是亨德尔先生 斯科拉底的举动感动了大家 所有的听众对他抱以热烈的掌声 斯科拉底与亨德尔的友谊 从此更加的深厚 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 互相影响着对方 那么对于亨德尔一直向往的歌剧视野 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呢 上中华美景品东方文化 乔治·弗里德尔西亨德尔 他是一位长期服务于宫廷和教会的音乐家 但是他的作品却体现出对人性的宣扬 他是乐坛上的长青树和都面首 被人誉为清唱剧之父 本期品文化大型古典主义系列片 《音乐家》的故事 为您讲述的是 德国作曲家 神剧音乐大师亨德尔 在意大利期间 教会音乐盛行 亨德尔热爱的歌剧音乐 是被宗教音乐压制的 正是因为有了与斯科拉底的交流 才使亨德尔学到了更多的 有关于歌剧创作的知识和创作的技巧 也使亨德尔更加深刻地了解了歌剧的艺术 在1706年 歌剧在罗马是遭到封杀的 但是亨德尔依然在别的城市 在其他的城市 推出了自己的歌剧 罗德里格和阿格里品纳 特别是阿格里品纳 在维尼斯连续上演了一个星期 非常受欢迎 亨德尔羡慕达八次 亨德尔终身未婚 在他的一生中 有两段短暂的恋情 在他的歌剧《罗德里格》中 担任女主角的年轻 貌美 又极富表现力的女歌手 名字叫维多利亚 他被亨德尔的音乐深深地吸引了 他爱上了亨德尔 然而年轻 热情 青春的维多利亚 大胆地向亨德尔表达了她的爱意 并且从佛罗伦萨 一路地追到了维尼斯 但是令人想象不到的是 亨德尔拒绝了她 因为亨德尔发现 这位美丽的少女 行为粗暴 无礼 而且大胆 亨德尔对她退避三舍 但是有一位女性 真正地打动了亨德尔的心 那是在1710年 25岁的亨德尔回到了汉堡 可是回来不到一年 她就觉得沉闷 无聊了 有幸的是 伦敦向她发出了邀请 当时的伦敦 印刷和传播业都非常盛行 人文汇翠充满了生机 和欧洲其他城市相比 这里为音乐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 富有的民众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音乐活动 任何有才华的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出头 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音乐家 他们彼此学习更加丰富了这里的文化内涵 年轻的亨德尔向往这迷人的城市 他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伦敦 这里是亨德尔的乐土 他很快就入主了英国伦敦的乐坛 刚到伦敦的时候 亨德尔收了两个富家的小姐做学生 其中一位小姐被才华横溢的年轻音乐家吸引了 这位富家小姐的贵族气质和聪慧呢 也深深地吸引了亨德尔 他们两个相恋了 但是好景不长 这位富家小姐的母亲跟亨德尔的父亲一样 认为音乐家是低贱的行业 极力地阻挠 使这刚刚萌发的爱情 被无情地扼杀了 亨德尔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他的形象丑陋 有人这样来描写他 他像一个大熊 肩膀宽大 身材肥胖 走路时张开着双腿左右的摇摆 上身挺直 头部后仰 戴着大厚的假发 浓密的假发垂在肩上 脸长如马 正是因为这极度的自卑 而使他带来的自尊心 让他不是很讨人喜欢 过了不久 富家小姐的母亲去世了 他的父亲就建议这两个年轻人 重续前缘 但是亨德尔自尊心太强了 他不允许别人瞧不起自己 哪怕是过去也不行 他坚决拒绝了这次的建议 使得这两个年轻人 终身都没有再恋爱 再结婚 亨德尔首次访问英国期间 女王非常赏识他的才华 破例认明他为王室的作曲家 亨德尔在这里创作了许多的歌剧 有了一点名声 他为祝贺女王的生日 写了一系列的生日快乐颂 深得女王的欢心 女王下令赐给他两千磅的年薪 这样亨德尔完成了他父亲的初衷 己身尚有守恨 亨德尔的德文意思是商人 这和他父亲希望的 成为一个有钱人 富有 目的是一样的 这个美丽 富足 又让他名利双收的城市 使他不愿意再回到德国 甚至在他42岁的时候 加入了英国国籍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英国公民 经过爱情的折磨后 亨德尔将他全部的经历 都投入到了歌曲的创作当中 后来他成为宫廷的作曲家 使他的经济和名誉 都有大大的提高 在他名声日益名扬英伦的时候 这位脾气暴躁的音乐家 却被人冠以以兽派的称号 其中又有怎样的缘由呢 在他的歌剧《阿尔西娜》当中 有一位妖艳的女魔王 扮演女魔王的女歌手 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 耍起了她的高傲 与任性 不配合角色 不按照乐谱演唱 亨德尔愤怒了 她一个箭步冲上舞台 拦腰抱起了女歌手 来到了窗户前 打开窗户 就要把她扔下去 并且愤怒地吼道 你就是一个恶魔 我要让你看看 我是能够支配所有恶魔的魔王 女歌手吓得哇哇大哭 向她赔罪 当然了 亨德尔不可能把她扔下去 亨德尔的身材魁梧 食量很大 有一次 鸡肠碌碌的亨德尔 来到了一家小餐馆前 走了进去 他叫了三份晚餐 可是他等了半天 食物也没有送上来 他有点沉不住气了 叫来了服务生 生气地问 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上菜 服务生们礼貌地说 先生 我们在等您的同伴呢 亨德尔恍然大悟 大声地说 快把那些食物端上来吧 我就是那些同伴 我是三位一体 你们知道吗 亨德尔在1741年 创作了他的剧著 清唱剧《尼赛亚》 这部恢红的剧著 一共有三部 五十三章 三百多页的总谱 他只用了24天 就创作完成 在创作的时候 有一天 他拿着鹅毛笔 飞速地在乐谱上写着 新的乐谱纸 一张一张地飞下来 仆人给他端上来的食物 逐渐地凉了 他顾不上吃 他心中的音符 就像长了翅膀了一样 飞出来 过了很久 仆人再一次来到书房时 发现他浮在桌子上 满脸流着泪 口中呼唤着 我看到了天国 我看到了天国和耶稣 敬请下期节目继续收看 品文化大型古典音乐系列片之神剧音乐大师亨德尔